用相機當webcam的畫面真是清淡很多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大男孩 Canon 剛剛出了一個很有用的新軟件 可以把你的相機變成電腦的webcam 先做個對比 首先是內置webcam的效果 因為現在打了燈 質素已經不算差 現在轉到M50度 首先用它跟機的G鏡 焦距大約是24mm 畫面是不是漂亮了很多呢 現在轉了一支超廣角鏡 大家可以看到左右兩邊拍多了很多畫面 可以換鏡頭也是用相機當webcam的一個優勢 最後轉了一支大光圈的定焦鏡頭 前清後蒙還有淺景深 這個效果內置webcam做不到吧 看回內置webcam的畫面真的蠻噁心的 原本這個星期的影片是看這兩部360相機的比較 但我想大家最近都不斷需要網上會議 很想知道怎樣Live的時候更漂亮的 所以如果想看這兩部相機的對決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將來的影片 今天首先教大家 零成本把你的相機變成電腦webcam 做法很簡單 三個步驟 第一 下載和安裝好你電腦的軟件 第二 用一條USB線 把你的相機和電腦連接 第三 就是在視像會議的軟件 選擇這部相機做webcam 事不宜遲 打開電腦先找個軟件 雖然是Canon的軟件 但在Canon香港的網站是找不到的 你要去Canon美國的網站 然後在search bar打 webcam 打開電腦 打開電腦 按進去 它的全名叫做 EOS Webcam Utility Beta 按進去 來到這個介紹頁面 它有教你怎樣下載 和告訴你有什麼相機支援 專業的單反 入門級的單反 無反相機 機仔都有 但是它們全部都是相對比較近期的相機 如果這部Canon相機比較舊的話 暫時就未有得用 我用的那部是Canon的EOS M50 我在這裡選擇EOS M50 你就會見到這個EOS Webcam Utility 4月28日更新 我按選擇 拉回去 就會有一個下載鍵 按下載 它開始在下載 這個可以關掉 下載完 打開zip file Double click 它就會開始安裝 Next I agree Next Next 安裝完 Close 軟件就安裝好了 我們可以出發去下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就是 用USB線 把你的相機和電腦連接 然後設定好相機 先插上相機這邊 搞定 另一邊就插電腦 搞定 因為要擺好做Webcam 先用腳架去撐住它 放好位置 調好角度 打開螢幕 開機 然後把模式轉為拍片模式 設定好的話 電腦就會認不出相機 而相機的螢幕就會顯示一個電腦的按鈕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去你的視像會議軟件 然後選擇這部相機做Webcam 我用Zoom做例子 開了一個新的會議 連接鐘 好 設定好所有的東西 現在我是在用電腦內置Webcam 你看到畫面比較窄 而且都是鬆鬆蒙的 我們嘗試轉到相機做Webcam 你看看嗎 在設定這裡 按這個位置 然後選擇 除了內置Webcam 除了內置Webcam 可以選擇EOS Webcam Utility Beta 按進去 神奇的事件就出現了 我現在是在用Canon 這部相機做Webcam 首先第一件事 我發現畫面是比較廣角 這支鏡是24mm廣角 另外畫面也清了很多 始終都是相機的 它的影像質素 電腦內置Webcam 當然不能比 大家看到 用相機做Webcam 的質素 比起電腦內置Webcam 真的高很多 當然它不像電腦Webcam 可以在電腦裡拿電 你相機沒有電的話 你就不能玩了 而且你是用了相機畫面 你是不能用相機來收音 但如果你有相對應的相機的話 我強烈建議你下載這個鏡頭來玩 下次玩網上會議 只是給你的朋友看 就夠威威啦 這部Canon的M50 現在可以做Webcam 又多了一個划算的原因 大家如果有興趣 聽大男孩講相機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我的將來的影片 今天要講的就是這麼多 喜歡的話給個like 下次見啦 拜拜 二人 三人 五 Doch 五tag 八 八 四 八 八